美食不照片 吃货请闭眼 吃楼梁 大家好 欢迎收看GENGEN的吃货请闭眼 我是吃货家族的老白 我是吃货家族的老白 今年大外甥女特别高兴 甚至我爱喝啤酒 准备请我稍微喝一喝 是吧 又不懂事吧 超甜对吧 什么时候说的 哈哈哈哈 它这个名字吧 就没有一个认识的 都是自个人这样的 改善了 推荐一下 它这食货刀是四种 食货刀的意思就是说 首先是小杯的 然后呢 几种口味插着 您尝试哪个最爱喝 然后去买大杯的 4块啊 咱先试喝一下 咱也不知道品质怎么样 咱也不敢问 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试汤 这个是小麦白 这个是IPA 这个是他们自个人那样的 一个叫做铁关心的 一个什么玩意 啤酒大概 互分就两种 一种拉格 一种艾尔 平常喝的大绿棒子 大家蹲蹲蹲 畅饮的那个 然后就特别清凉 什么味儿也没有 那种 那就是拉格 刚才说的这几款 IPA啊 湿涛啊 麦白啊 这都是艾尔的品种 可以咱再试试 我这边还是不错的 酒精味不是很重 有一种清香的口感 黑黑的口感 我这个食汤它自个儿那样的 酒精露加之都算可以 微微的酸 焦苦味能喝出来 它这个味道千变万化千几百块 配方的可能什么都有 什么都往里喝 海盐 辣椒 香蕉 咖啡 橱丽 而且你能想到的东西嘛 皮脚其实都有 吃了点是皮脚 外头有人特别多 越南话 德国话 美国话 告诉大家一个小贴士 我去了这种精量酒吧 你怎么看这个酒宝 都这么专业 你刚才给你接酒的时候 如果那管子 插到杯子里头 就知道它是外行 一定要稍微扭一点碰 那么接 这个比较苦 这个应该是比较甜的 你来那个提供应该 来来来 苦啊 这个好喝点啊 可见我认识是个 这个重口味的女子 闻着挺甜的 喝进口以后 第一秒是香 我还咽的时候不觉得 咽下去以后后调反上来的 就是啤酒花的香气 马上就苦 哇 感觉苦得很爽 你说这 现在已经到了苦的结果了 不对 安皮就这个特点 尝一下这个 它们自己的质量的铁关银 跟我预想的味道一样 茶的味 来来来来 干杯 这个区一般了 刚尝了四种口味有点少 再要有一样的试喝吧 第一个是我被我们锐哥点名的肉桂冰糖 对 这儿刚才我点了一款波特 就是吃涛的前身 然后第三个吃涛 刚才香味是不一样的 这会一款他们推荐的叫竹子八仙 什么玩意儿 没有什么苦味 冰糖搁了不少 肉桂我没尝出来 就是这款特别甜的艾尔 我一会儿点一杯这个大饭 它是我今天晚上的菜 来 这个是一款波特 每一个细胞都在喊着拒绝 它的那个咖啡味 巧克力味 都没有石头那么重 它只有烟熏的味道 然后酒精度是比较窜的 我烤过去卖芽嘛 追求这种香 这是个试汤 这个像咖啡啤酒挺喜欢的 但是不如刚才那款好 刚才那款酒精藏了好一点 哎呦我去 XX的味儿 摘了毛豆吧 这是花毛一体那个 你知道煮毛豆那个汤你知道吗 就那个味道 真正的勇士感觉直面残淡的人生 小宝尝一下 我喝啤酒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喝到这个伟大 哎呦我去 如果您有特殊的癖好 那就是 你私底下也可以专门来点 除非你爱喝那个汤你知道吗 咖啡 我搭杯 等一大杯就会迎糖 昨天是小白天是人家的色调 小的麦 小的麦 你点的是重头蒜 厉害 很厉害 隔壁就是一家麦一花生好豆的这家 我尝一下味道还可以 那要点吃的 或带过来都可以 这时候还带羊肉串呢 口味上没有谁高谁低 谁有适不适合你 你喜欢的那块就是最好的 来敬所有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谢谢各位 花椰啤酒我们喝完了 他家可选的啤酒种类呢没有那么多 然后口味呢也比较单一 基本上就是IPA白啤很少的两款石头 其他的口味比如你喝蓝比克呀 喝赛松啊 他这都没有 都是这个量的 那么基本上这家精酱啤酒馆就是这样 您可我选拼赞 我才能吃饱饭 有一样 我这都谢谢您了 世界很复杂 但至少在和瑞哥喝精酱啤酒的时候 我们不说谎 再加到什么下次就会这样 这还要再加葱 嗯 那en 我们要用了解 在是非常旦的